中文字幕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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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是兩年前 我很慶幸有這個機會在Fairchild 我記得當時是2012年的 溫哥華為小姐 那一年是Cloria和佩兒 我做一些幕後的工作 我覺得這個比賽 從開始到最後 都是一個很鍛鍊人的機會 所以我在這一年 參加了 溫哥華為小姐 其實我一開始 因為我有一個好朋友 她叫Cindy 是上一屆冠軍 我看著她一直成長 我覺得好羨慕 而且我為她覺得好開心 她都有支持和鼓勵我 來參加這一次的比賽 在2012年 我加入了Sunshine Nation 我從來發現 我真的喜歡在舞台上 所以 兩年後 在家裡的訓練 我習慣中文 我習慣中文 然後我決定加入 其實我覺得這三個月的訓練 我自己是覺得好幸運 可以跟 九個這麼優秀的女孩子 在一起 我覺得我都藏她們身上 學到很多東西 因為我沒有認識 因為你和九個女孩 不太熟悉 她們都很美 但在最後 大家開始工作 然後變成一個組合 所以 變成更有趣 我認為 我認為 有提高的地方 就是在拍照 還有擺姿勢 還有擺姿勢 因為之前我都不太懂得 穿高跟鞋 經過我們 電視台 他們幫你安排 那些 擺姿勢的教程 我現在都可以 很舒服地 這樣 穿高的 嗯 我們很幸運 成為一個 完美的模特兒 教員 我認為 我絕對比賽 但我仍然有很多 要學習 所以 要從來做的 首先要做一個 最好的 印象 也要做得 最好 所以 我也想做得到 很棒 所以我回家 練習 在衡量 直至於 有最好的 能力 所以 我 一種 壓力 但 也 沒機會 讓其他女生很驕傲 我應該說是我的舞蹈跳舞 因為我已經學習了舞蹈跳舞 但仍然有時候我擔心 轉動和轉動 在舞台上我擔心 可能會忘記動或錯誤 但它做得很好 所以我非常滿意 那就是我的舞蹈跳舞 因為我爸爸媽媽從小到大都沒有看過我跳舞 因為他們很忙 所以我覺得在那一刻我特別享受 因為我差不多四年沒有在舞台上跳過舞 所以那一刻我特別享受 最喜歡的時刻 會是 backstage跟女生 我最喜歡的時刻 應該就是跟十個舞蹈跳舞 十個女生一起出場的時候 應該是在開場的時候 因為那時候是我們第一次出場見大家 那我那天都有很多的家人來支持我 那我就覺得很開心 可以出去看到他們 他們也可以看到我在舞台上 所以我覺得那一刻我自己是很開心 其實那一刻我自己是覺得很開心 都很感動 因為我真的很感謝他們 因為我家人一直都很支持我 而且他們在現場 一直都是舉個牌子 都很辛苦 所以我聽見那個時刻自己是成功了 那我就很想跑一下那個stage 跟他們一個 給他們一個大大的擁抱 是啊 所以那一刻很開心 其實現在就開始了 因為都沒有什麼特別去prepare 就是覺得自己放鬆心情 睡覺睡得多一點 皮膚都漂亮一點 那吃東西就營養一點 就沒有什麼特別去prepare的 就是放鬆心態 平順心 我現在 我現在都是想去哪裡發展比較好 因為我家人是深淡 我覺得都近香港很多 我自己都很喜歡跟家人在一起 我覺得都會回去的機會 會比較大 但是大家一起 是順其之然 是順其之然 不是 所以我都會覺得 我自己就覺得這三個月的訓練 我真的學到了很多 無論是從這九個女生 那我自己的專業都是communication 那跟他們工作 和工作人員在一起 我自己都學習了很多 還有我覺得這三個月呢 我們訓練是很辛苦 但是經過這三個月之後 我覺得以後我自己做什麼 我都不會拍攝困難 我覺得自己都會很勇敢去面對 都會做得很好 最重要是要有自信 最重要是放鬆心情 所以不要太想到結果 因為其實結果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是在這個過程中 你學到一些東西 你必須知道 三個月是很長的時間 如果你每天都做得好 你每天都做得好 你會把身體加上很多 所以我對他們的指示 是要照顧自己 因為你會想做得好 當你上場表演 我會給他們的指示 就是放鬆心態 平常心 因為這三個月的訓練 真的可以給你很多東西 你真的可以學習很多很多 我都很鼓勵他們來參加 這個Miss Chinese Vancouver 所以我覺得 如果有這個夢想的女孩子 都可以來參加 因為真的可以有很多的幫助